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开心 二人试读书和同学一起玩 大饼哥我会好好学习的 郎娜娜读书生在书本上画上重点 还有学生举手发言 以前再熟悉不过的画面 经过521大地震后两个月 再次看见 心里有着满满的感动 通过了这次地震过后 我们的那种对学生的关心 看到了人为的关心 有很多的外地的 外地的志愿者 非常的感动 想给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 给给我们的学生 更多的给给我们的学生 落水中心小学在地震中几乎全岛 600多位学生读书基地没了 课本书包桌椅 统统被埋在瓦翼堆下 两个多月来经过学校 此季和众多人的爱心接力 终于复课 崭新的校舍 宽广的活动空间 让学生人数不断回流 还有附近乡镇的孩子 跨界来报名 因为许多人无私付出 此季落水中心小学 不只是学生的学习基地 也是集结众人之爱的 希望学校 此季正在团 陈威李俊威四川报道 好在落水中心小学 将近700位的孩子 在这里重温读书的乐趣 而在此次议诊现场 也能够学习 而且不只是医身体病痛 还能医治心灵的创伤 怎么说呢 在议诊现场 志工是准备了各种的 禁私与小卡 来到议诊区来送给后诊的民众 试字的相亲看了感动的指点头 而不试字的在志工详细解说之后 也为他们打开了心房 对我们师父的话 这个一句话 好话你听懂了 让自己心就舒服了 一张小卡 一句好话 慈义志工为议诊区的长辈 带来智慧与祝福 能付出爱心 就是福 能消除烦恼 就是会 多付出爱心 就是我自己有福 消除烦恼 就是你要烦恼 有多少时间 要尊重处理 我就消除烦恼 一字一字念出口 了解当中的道理 老人家笑得比谁都开心 而不试字的长辈 志工也细心解释 听懂了 眉头也不再深锁 灾后的大地 需要时间赋云和建设 而灾后的人心 更需要关怀和开导 他们其实这些人都蛮纯的 虽然你可以 看出来他们生活很苦 但是呢 他们就需要一些 智慧的话 像刚刚以后 他就说他很烦恼 他很烦恼 所以他抽到那句话 天天笑 莫烦恼 就是他觉得 他需要这样的 在疫诊区 大疫网整治病痛 而近思雨 抚慰心灵创痛 也希望好化智慧 永存心中 因为心转 运就转 心开 富就来 此地整台团 黄永林王昭中 四川采访报道 那一阶子